欢迎收看《魂力加油站》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 我是Pauline 陈立信 各位 下午好 我是Jan 秦文斌 那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正要探讨的关乎到女性 就是这个更年期 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 这样会不会是根据 我们的整个饮食习惯 或者是整个生活作息 有一个大大的影响呢 又或者是可能是因为 一个遗传的因素 又或者是发病的因素等等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主题 更年期是每位女性 必经的正常阶段 在这期间 女性的生理和心理 会因体内荷尔蒙分泌 逐渐减少 而发生巨大的变化 究竟更年期会出现哪些症状 又该如何克服呢 此外 在正常的生理节奏中 女性更年期一般在50岁左右发生 但随着职业女性越来越普遍化 事业家庭两头忙 因而导致更年期 有了年轻化的趋势 到底是哪些因素 导致女性更年期年轻化呢 今天就一起来了解 女性更年期 并陪伴她们一起度过吧 是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到底为什么女性的更年期 会年轻化咯 是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是非常漂亮的 Doktor Helena 林韵璇医生 我们妇产妇科与助孕医生 非常可惜 今天Doktor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不然的话 我们可以有一个 你知道气质非凡的医生 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是 没错 Doktor好 Doktor好 Doktor我们现在说到 这个女性的更年期 其实这个更年期 更年期也称为这个绝经期 可以跟我们说说 这个更年期吗 对 好的 更年期我们叫做绝经期 是我们的女性中 就是指我们女性生命中 永远不会在有月经的时候 也等于同时 是永久失去我们的生育能力 那更年期常常发生 以45岁到55岁之间 在马来西亚而言 通常我们马来西亚的女性的更年期 应该是差不多是49到52岁之间 那平均马来西亚女性呢 绝经期大概是差不多51岁左右 那 好 等等我们在这边有看到 就是前期可持续7年 这是什么意思 对 当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绝经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绝经的那个定律 就是在12个月里面没有来月经 还没有进入这个时期的时候 远远续续有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 我们会有一些症状 这些症状就是我们就称为说 更年期前期的一些症状 好吗 好 那如果是一些症状的话 比如说会有什么呢 有一些人就会开始那个月经的那个 开始不太不是很调缺 有些时候月经开始不准 有一些人的月经 他们的那个月经量开始下降 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会有一些 比如说疲倦 性欲下降的那些症状 皮肤会变得比较松懈 有些时候呢 排尿啊什么都会有一些问题 就会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影响 是 对 那多多想要请问一下 到底为什么现在我们来看 大体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这个女性的更年期 会有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呢 对 OK 我们现在也发现到 渐渐发现 我们的那个女性的那个 就是那个绝经的年纪越来越早 那为什么呢 其实它有种种不同的原因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女孩子呢 提前来月经 也比较普遍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这个往往就把我们的 那个绝经期呢就提早了 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 大自然的环境 我们知道说 大自然环境呢 不只是对我们男性的精子 造成问题 OK 就是说我们的男性的精子的 数字和质量也下降 那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环境污染 也会间接的造成 我们的那个 的那个 卵脂的那个数量 和我们的那个 卵巢的那个功能下降 所以也会变成 我们比较更早提及 缺经 那我们还有知道 很强烈的那个知道的 就是说 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家庭历史 比如说你如果你家里的 你的父母 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姑姑 或者你长一辈的人 他们的 他们容易发生更年期 或过早的更年期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你的那个 你过早过你更年期的 那个几率会比较高 如果你是抽烟的话 我们知道吸烟的女性 可能比不吸烟的女性 更早进入更年期 这个是第二点 那我们也知道 吸烟的女性 有些时候 她们的更年期的症状 也比不吸烟的女性的 那个症状更加严重 而且如果你有吸烟 而且你有患有 过早绝经 或更早更年期的话 你比不吸烟的女性的 平均死亡率 提高了两年 好吗 所以如果是你有抽烟的女性 这个你就要注意 好 那还有在接下来的 我们也知道说 如果你曾经有患过癌症 那你如果有接受过化疗 或者是不能放射性 放射疗法后 我们叫做radiotherapy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些治疗方式 也可能会破坏卵巢 而且导致永远 或者是短暂停止排卵 所以有些时候可以导致 而无法怀孕 而且无法 就是完全停静 这样子 这些通常 是因为我们的化疗 癌症化疗 或者是我们的骨盆放射疗法 它会严重地破坏我们的卵巢 就会影响我们的月经周期 和怀孕的几率 好吗 好 那至于另外一些原因 还有其他的原因 就是说有一些女生 她们有做过手术 切除卵巢 比如说 你有子宫内部异味症 而有我们所谓的 那个子宫内部异味症的 那个血流的话 有些时候 因为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你的 你来月经的时候 你肚子会非常非常疼痛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唯一的方式就是 你去开刀 然后切除这个卵巢的流 那么当你切除卵巢流过后 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会严重 有些时候 甚至会严重地破坏 我们的那个卵巢的功能 尤其是如果你做了手术 把两个卵巢都会切除掉的话 你就会马上进入个年纪 好 那多多其实想要问一下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进行 这个卵巢切除法 算是比较大的手术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比如说那种吸肉的问题 或者是水泡的问题 也必须要进行这个手术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更年期 也会年轻化呢 好 如果是吸肉的话 通常吸肉呢 都是在我们子宫里面 而且我们切除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 另外一种内归巢 是从我们的子宫巢进去里面 所以那个呢 它就不会造成 对我们的卵巢造成任何的破坏 那如果是我们切除水流的话 那水流的话 那个内归巢是由我们的赌枪进去的 然后如果有赌枪进去的话 而且这个手术是在卵巢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 对我们的卵巢造成一些破坏 还有看到就是这里有说 百分之五是属于自然现象的意思是说 真的可能会有一些女性她们就是 天生就会有这一个更年轻年轻化的现象 是这样说吗 对 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家族历史有关系 有些女生她的那个她家里的人就是讲 她比较有比较快绝经 这一种呢 比如说你的前一辈 比如说你的母亲 在41岁42岁就已经没有月经了 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候的年龄呢 应该也是跟你的母亲差不多一样 就是41和42之间 那我们看到就是除了上诉的一些原因 会导致女性的更年青年提前之外呢 还有就是医生也有提到了手术的部分 那手术的部分也有包括就是切除整个子宫的 还有保留卵巢 这个对更年期年轻化又有没有影响呢 那肯定有 我们知道说有些时候在有一些情况之下 就是说有一些人她需要完全切除子宫 比如说她们的呢有长的子宫瘤 或者是子宫那个腺肌瘤等等这些问题 她们必须要完全切除子宫 那当然在切除子宫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有来月经了 但是呢如果你的那个卵巢还保留着的话呢 你的那个卵巢呢还是会有功能的 就是说你的卵巢还继续排卵 但是每一个月你排的卵就会生化掉 而且呢你的那个卵巢 还会继续的释放出女性赫偶 所以呢其实我们说技术上你还是没有停经的 是因为你还是有那个女性赫偶 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你切除子宫的话 你的那个本来说你的那个停经应该是五十一岁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说基本上你的卵巢的功能 会提前一两年停止释放荷尔 就是说你本来如果你没有开刀的话 你没有切除子宫的话 你的那个你的那个卵巢的那个功能 可能会到五十一岁左右 但是呢是因为你切除子宫过后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切除子宫的时候 有些时候在做这个手术的当前 我们甚至会把我们的那个血脉 我们会把挡掉一些血脉 这些血脉呢是来供应我们的那个卵巢的那些血脉 所以在我们挡这些血脉过后呢 我们会发现到呢 各年期会来的比较早 就是比如说就是讲我们的那个卵巢的功能 会提前一两年停止工作 这些这是种种的因素都会导致的 是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在健康上 也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其实也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各年期年轻化呢 就好比说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啊 这些会不会导致呢 对我们知道说比如说你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狼腔症 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SLE 或者是你有那个甲状腺的那个疾病 如果你的甲状腺的疾病呢 是因为你的自身的抵抗力去攻击你的那个甲状腺 或者是你有类似肤视关节炎呢 都能够会造成那个 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呢 会错误性地去攻击我们的软巢 好 如果我们攻击我们的软巢的话 我们知道说那个软巢的功能就会下降 好 然后呢 它会阻止我们的那个软巢制造技术 而变成会造成我们提早进入更年轻 那除了这个自身免疫的就是免疫性疾病 还有像艾滋病毒也会导致更年轻年轻化是不是 对 那艾滋病毒的也是一个我们 我们也发现到如果是艾滋病毒 而没有好好地去控制那个艾滋病的感染的话 对吗 我们知道这群女性呢 会有比别人没有艾滋病的女性 会更早进入更年期 而且我们知道说她们进入更年期 她们的那个潮热的症状呢 会比较明显 而且会比较严重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能够解释 为什么 好 那还有看到一些报导 就是说有这个染色体缺失 好像也会导致更年轻化 那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 很可惜 其实我们人类有些时候 我们生 我们出世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母体的时候 我们被制造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染色体 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缺陷 那有一种女生 它我们叫做Ternal Syndrome 或者特纳四综合症 他们其实呢 他们的身体缺乏一个染色体 这种或者是这种染色体 你如果是缺乏这个染色体的话 对不对 你有些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发育的 你永远就看起来像个小女孩 然后你没有办法会有来月经 但是有一些女生呢 她们的那个染色体缺失 它只是一半的 它不是整个缺失 我们叫做Mosei 就是讲她有一些细胞 她是染色体缺失 有一些细胞 她没有染色体缺失 然后这种女生呢 通常呢 她们会正常地来月经 但是到了差不多30多岁的时候 她们的月经就突然间停了 而且她们的卵巢 就突然间停止工作了 这些就是跟她们 染色体缺失有提的 染色体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然后她还有看到就是更年期提前的其中一个原言 就包括了慢性疲劳综合症 请问一下 这个是跟生活作息有关吗 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怎么样的症状呢 其实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 在我们东方人或者亚种人的那种几率是很小的 它比较平常的就是在那个 我们西方人那边的我们活动 或者是白种人 他们这种呢 他们是有一种慢性的炎性 发炎的炎 然后呢 他们是有那种我们的肌肉性 或者是我们的脑椎 脑脊椎炎 然后这种脑脊椎炎呢 他们就会造成他们完全很疲倦 没有力气 他们的肌肉的关节疼痛 记忆力衰退等等这些症状 那这些女生呢 她其实是一种长期性的炎症 她们全身都是发这种慢性的炎症 那这些发炎症呢 它也会造成我们的卵巢的功能消失 而且会提前出现更年期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原来这个 可能更年期年轻化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素 而导致的 那我们先暂时打住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来了解一下 可以缓解我们压力的差 是不是可能如果情绪放松 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就是更年期 可以不那么的年轻化呢 我们来看看如何减压吧 能缓解压力的茶 迷迭香茶 被称为海中之路的迷迭香茶 有着令人心情愉悦的香气 它的香味能令人头脑清醒 增强脑部功能 增强记忆力 提神醒脑和减轻头痛症状等功效 同时迷迭香茶还可抵御电脑辐射 降低胆固醇 促进血液循环以及抑制肥胖 迷迭香茶还对头昏晕眩及紧张性头痛有舒缓作用 身心疲劳时饮用吃茶可让全身活力展现 薄荷茶 薄荷茶可帮助镇静紧张情绪 提神解育 止咳和缓解感冒头痛等 薄荷茶还能帮助消除胃胀气 舒缓喉部不适并促进新陈代谢 此外薄荷茶适合混合在各种花草茶里 有节酒增强体力和镇静作用 若郁闷或餐后担心有口臭 可用清水泡薄荷茶或加入新鲜柠檬片 尤其薄荷叶有去风鞋的作用 适合待在冷气的办公室间工作的人 玫瑰花茶 玫瑰花除了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外 还有保健作用 玫瑰花药性非常温和 味道甘甜可润肝养心 舒解肝内藏着的预期 同时也有安抚急躁的情绪 有镇静和抗抑郁的功效 因此因上班压力过大 而变得心服气躁时 不妨喝杯玫瑰花茶吧 欢迎继续收看《魂力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聊的呢 就是这个女性更年期 年轻化的一些现象 还有原因了 那跟我们在线上呢 有Dr.Helena Dr.你好 是Dr. 是 那Dr.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如果是更年期的阶段的话呢 它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停经期 前期 以及这个 近更年期 以及这个停经后 那我们先来说说 这个第一个阶段 就是停经前期 那这个阶段 其实会产生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停经前期呢 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 进入更年期之前的一个状况 通常是差不多我们40岁左右 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升值技术啊 水平开始渐渐的降低 那月经周期有些时候 开始明显的 有点不规则 有一些女生的那个 那个经期呢 你会发现到哦 她的那个月经的那个 天数越来越短 就是说她流血的那个 的天数越来越短 有一些人就是从一个月经 到下一个月经 她的那个天数也越来越短 那想 那想 想问Doctor 这个停经前期 大概会维持多长的时间呢 大概差不多有七年左右 七年 好 可是Doctor 因为很多人 我相信现代 尤其是现代女性 我们对于这个经期的那个算法 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应该要怎么样去算 因为通常都是不规则的 那在这种不规则的情况之下 应该要怎么样准确来计算呢 通常我们是从第一天月经开始算期 到了下一个月经的第一天 这个就是你的月经周期 对 根据自己的月经周期来看 它的时间是不是缩短的 或者是来月经的期也比较短一些些了 这个就是停经前期的一些征兆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就是近更年期 对 我们叫做近更年期 我们叫做perimenopausal 这是指女性进入更年期 完全停经的一段时间 我们知道说这个 如果根据北美更年期学会的资讯 我们知道说这个近更年期 会维持四到八年左右 所以大概是从我们四十五岁 四十六岁这样子的情况开始 那月经周期和排卵研究中心 就认为说更年期会维续 为六到十年左右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 其实它平均是大约在四十七点五岁的时候发生 就是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是它的平均的时候 那这个近更年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体内的磁激素的浓度 会比更年期稍微多 差不多二十到三十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已 但是也会有较大的波动 我们的磁激素的波动 会让那个近更年期的女性 有类似更年期一样的身体变化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有炒热 倒汗 不容易入睡 情绪波动 阴道而干操或者是萎缩 我们有些女生甚至会有湿静的问题 不同疏忠症和心脏疾病 这些时间的时候我们的生育能力加强得非常厉害 但是在正式近更年期都还不能够假设 没有生育能力 但是真正能够怀孕的机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多大我想要请问 如果是在这个近更年期的这个间中 如果是我们女生的这个月室的话 大概会几天 而且流血的这个时间大概会多长呢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比如说你平时 比如说你年子比较轻的时候 你每次来月经的时候 是差不多六到七天 流血六到七天 所以你如果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 你的那个月经可能只有两三天而已 所以非常明显的 你流血的时间它是明显的缩短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磁激素下降 然后我们的那个子宫内膜的厚度也是开始下降 所以我们的精血就会变得更少 而且我们的那个流血的那个天数会比较少 了解 好 那我们现在看就是真的在停经之后 要怎么去判定说我真的停经了 对 如果要通常我们真正的知道说 你完全停经的话 就是指那女性至少十二个月没有月经的情况 就是说你已经十二个月里面没有来月经了 你就可以说你已经进入了更年期了 好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软巢就变得非常不活跃 根本没有排软的迹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断定说 我们就这个女生就已经停经了 想问医生 因为刚刚有说可能有一些女性 她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因为患上一些疾病了 就把子宫给切除掉了 那她到了停经的年龄的时候 她没有子宫的情况底下 要怎么去真正地判断说 就是虽然我没有来月经 但是我生理上是真的已经停经了 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女生她需要去通过那个血液的检验 是否有高浓度的促软泡磁技术 FSH来断定 如果你的FSH是超过二十多的话 就其实是已经进入更年期的迹象了 好 那如果我们再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期间 其实生理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那我们都说到可能情绪会浮躁 然后可能会多汗 热 会不会是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 更年期的一些症状 当然那些潮热 倒汗 不饮入睡这些 都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些一连串的变化 那我们的那个生理上其他的那些变化呢 也包括呢 我们会发现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尿道啊 或者是我们的阴道会开始变得非常干燥 有些女生呢 也会有尿失禁的那种症状啊 睡眠很差啦 骨骼 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骨质就会疏松 从季节下降啊 心运呢 非常减退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那些女生的那个心脏病的风险会提高 其实我们的那个磁技术呢 对我们来的女生来讲是一种保护我们 不让我们有心脏病的荷尔蒙 但是当你停经过后呢 你的那个心脏病的风险呢 就跟男性的那个心脏病的风险一模一样 好 我们除了看到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其实心理上是不是也会出现蛮大的变化呢 老师 是的 是的 有了很多时候 这个呢 也是跟我们的那些社会和我们的文化 也有一些不同的差异 对 那我们知道说 到了我们一段年纪的时候 到了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呢 年纪也比较大了 我们就忙于照顾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是父母亲那个时候过世了 我们到我们的心里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那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的小孩也长大了 他们有些时候就离开家里 到外地读书啊 或者是到外地读书了过后呢 毕业了他们组织自己的家庭了过后呢 他们已经离家 然后多多少少都会让我们这些女性 会产生一种空巢症的那种感觉 我们叫做空巢症 那当然我们很希望也看到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有结婚生孩子吗 有孙子的出现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我们孙子孙女的出现呢 我们让我们往往心里上会觉得 我们从中年已经变成年长者 OK 然后呢 我们多多少少心里上也会造成一些 我们所谓的 就是说不能够适应 不适应 对 但是呢 在一些国家呢 一些文化中呢 他们有一些女生呢 就看着把那个绝经 就是当作是我们所谓的 就是解放的那个时代 我们已经不再有那种 故意说要怀孕的那种风险 一种女性的包袱对不对 对 这些包袱 所以有一些文化有一些族群 他们对于那个绝经呢 那抱着一个非常正面的态度 非常正面的那种态度 这个呢 你就发现到他们心里的那种问题 就比较少了 了解 好 那到其实我们线上 那有位观众朋友呢 他就有一道问题 那刚才在之前呢 你就有提到吗 如果是我们的月经来的时候呢 是比较早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更年期也会 比较年轻化的一个情况出现的 如果这个朋友他是在十一岁 他就开始月经来了 那他大概年轻 更年期的期间大概会在几岁呢 他 请重复一遍 然后他几岁开始来月经 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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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岁前 十一岁前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提早来月经的那个定义呢 就是说你还没有到了九岁 你的月经就来了 所以如果是 我们知道说平均呢 就是说平均呢 月经来潮的那个年纪 在我们马来西亚 应该是差不多十一到十二岁左右 所以这是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是十一岁之前来月经 还不算太早了 那个时候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一些时候 我们不能够完全以我们来月经的年纪 断定这个女生呢 就会提早进入更年轻 这个呢也是跟他的那个家族的历史 还有他的那个体质有一些关系 那我们也知道说 有很多时候就是说 当你的妈妈怀孕你的时候 而妈妈的饮食 也会有影响 如果是饮食不好的话 不够好的话 有一些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到 这些女生 她们也比较容易提早进入更年轻 那老德另外再反问一个问题 可能有一些女性 她们已经到了大概说六十岁 还在来月经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呢 又或者是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停经呢 有一些女生她们家族呢 她们的那个停经期会比较 比别人比较迟一点 那一个是我们 我们知道 那是一种不同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说 有一些女生呢 其实呢 她们如果太过持收经的话 有一些时候是跟子宫内末的 那个癌症有关系 那尤其是你已经停了 几个月 比如说你已经差不多五十一岁 停经了之后 十二个月后突然间 你又再来月经一次 这个呢就值得你去 马上去见女生 好 上了 所以就是不同的情况 这样子 是 那其实我们在网上也有看到一些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更年期提早化的话 可能跟这个我们的雌激素有直接的相应的这个关系 那如果是 会不会有一种雌激素的疗法就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延缓这个更年期的到来呢 是的 是的 她其实也不是说延缓 她就是 其实呢 她就是 能够帮助我们 舒缓更年期的那些症状 我们叫做 在很多年前 差不多有十五十六年前之前 那我们一看到女生进入更年期 我们就说 你就吃荷尔蒙 因为这个呢 对你来讲是好事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情呢 她会 她会 舒缓你的那些症状 第二件事情 就会防止骨头疏松症 但是呢 差不多十五年前 我们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研究 叫做 WHI研究 Women Health Initiative研究 她会发现到说 如果我们就是 routine 就是说每一个更年期的女生 我们都给她吃荷尔蒙 而且没有说 去断定她的风险的话 那 长期吃这些荷尔蒙 有些时候呢 会提高我们得到 无线癌的风险 所以呢 为什么 差不多十五年前 十六年前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有很多女生 自从看到这个 这个 灵状实验的报告呢 对 她这个报导 很多人都把那些 她们的那个荷尔蒙 全部停掉了 就是这个原因 嗯嗯嗯嗯嗯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 所以有说 这个激素的 替疗法 有没有说 哪一些人不适合 这一个 这一个疗法呢 OK 通常呢 我们说 这个疗法呢 通常呢 我后来在 在这个报导出现过后 那我们开始 就比较细 就是这样 我们再度去分析 就是说 再度去分析 这个报导 里面的那些研究 它的临床实验的那些数据 那我们发现到了 如果是说 如果你 你 开始这个荷尔蒙的话 如果是你 不分 不分你我 你不分风险 你全都开始的话 这个就会造成 有很严重性的后果 但是呢 如果是说 你去选择性的去 去开始这个荷尔蒙的话 在有一群女性中 它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OK 比如说 你的那个月经呢 你提早停经 比如说 你42岁你就已经停经了 OK 那我们就开始给你吃荷尔蒙 吃到51岁 因为我们知道说 平均女生 她们停经的那个年纪是51岁 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呢 这个 这群女生呢 她的那个肚癌的风险 中风的风险呢 并没有提高 好 其实你就是 取代她本来就应该有的荷尔蒙 她本来就应该到50岁 51岁就有那个磁性荷尔蒙 所以她的那个风险就不会提高 但是呢 你减低了她的那个 苦涂疏症的风险 好 就是这个选择性磁基数的受体调节物 对 这个情况是不是 对 所以你必须要有非常有选择性的 好 那她是一个什么呢 她是 她是一个人工合成 或者是从植物中提炼 那到底是什么制成的 好 她其实是从很多我们 很多这些荷尔蒙其实是从植物那边提合成了 所以呢 她这种药物呢 她能够起了那些调节的作用 比如说你的一些热潮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尿湿劲 或者是阴道非常干燥 或者是你的皮肤松懈 这些荷尔蒙都能够就是说 减低那些问题 酬减那些问题 但是呢 这些都是我们从植物 或者是从动物身上提炼出来的 好 那所以我们 我们也知道说 这些有一些食物 我们吃的食物呢 也是能够有舒缓这些症状的那些功效 比如说我们说大豆的东西 因为有雌激素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吃很多雌激素的话 所以说大豆的话 其实是能够减低这些症状 这些症状 更年纪的症状 所以比如说在日本 他们发现到 那个就是说那些更年纪的那些症状 其实在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 population 不是很明显 所以因为呢 他们发现到呢 日本人摄取这些大豆制的东西 对很多 比如说他们的雌激素 对 是 都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从中的去了解到 然后知道 然后并从中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了 是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那豆豆和Helena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豆豆 好的 谢谢 好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将会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就是来进行 到底这个更年期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呢 稍后别走开 来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聊的 就是这个女性更年期有年轻化的现象 那刚刚我们已经从西医的角度去了解 到底为什么女性的更年期会年轻化 现在呢 我们就是要从一个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去调理 这个女性更年期年轻化的一些症状了 是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连线我们今天的中医师 他就是林特鹏 林医师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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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好 那我们先来说说 就是以中医的角度 我们来看更年期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好 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了解 这个女性更年期呢 我们把这个定位定在这个肾 中医说的这个肾 如果你们从我们的这个抛坏出来呢 可以看到这个肾中 这边就说到一个肾气的一个情况 然后一个精血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阴阳失调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从肾气开始 慢慢的衰退衰弱 导致这个精血也不足 之后就会导致这个阴阳失调 然后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 在素问阴阳印象大论中就有提到说 女子每隔七年 其实生理上就会发生一次很明显的变化 怎么说呢 我们从第一个七岁开始好不好 那从第一个七岁开始呢 其实是一个肾气最旺盛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呢 牙齿就会开始换牙 对不对 然后小朋友这个头发呢 就开始长长长得更浓密了 对 然后到了二七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说 七二呢 二七就是十四岁的时候呢 就是月经就要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到了三七 肾气呢比较平均 那就会长出这个真牙 什么是真牙 真牙我们说就是智齿 智慧牙的这个就是牙齿都长齐了 嗯 就是在三七的这个阶段 那还有四七五七 来到我们说更年期 其实就是一个七七四十九岁的这个阶段 嗯 嗯 OK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会出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那个肾的那个 就会开始变弱了吗 开始变弱了吗 对 开始变弱之后呢 就会一系列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就会出现了 嗯 OK 那女性来说 因为如果是说男性的话 我们常听到可能就会有肾虚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女性这个肾也会慢慢的渐衰退呢 因为男性女性 其实我们都有这个肾脏的这个器官 然后肾气是不分男女的 男生也有肾气 女生也有肾气 嗯 所以如果以男生来说 男生的是每隔八年 他就会发生一个变化 嗯 OK 那如果我们要治疗更年期的话 那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呢 我们说应该要知肾养阴 这怎么一回事 对 如果是治疗更年期的话 知肾养阴呢 就是要调和阴阳 调和阴阳 我说了嘛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有肾阴跟肾阳这个部分 并不是说只有男生才有肾气 或者是肾阴阳 其实女性也是有肾阴阴阳的 那我们说它会影响到五脏六腑 所以在治疗上呢 我们不能单纯只是单一的 看在肾这一部分 我们还必须呢 要看五脏 要益肾啊 书肝啊 健脾啊 宁心 要五脏都要调理到 然后呢 或者说哪一脏腑有虚有实 我们必须要在用药上的治疗上 做出合适的调整 才可以说做到一个 怎样更有效的 年轻化这个更年期 想问一下医师 现在这个调理 这个治疗更年轻年轻化的 是可以从很年轻就开始 进行这个调理吗 还是说发现到自己 快有一些更年期的症状的时候 才开始进行调理呢 应该是说其实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就是你看我们月经到 然后呢 当我们生气很旺盛的这一种 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这个阶段 到了更年期四十几岁的这个阶段 或者接近五十岁的这个阶段呢 并不是说到了临时抱佛脚 我们才来治疗 其实这个养生 这个保护肾脏的这个过程 是必须要从一开始到 我们说到更年期或者是更年期 以后的这个年老期 我们都必须要保身要保养 好 大概几岁开始就要进行保养呢 一般我们说开始来月经的时候 就是饮食上或者是生活上情绪上 就必须要做调色了 那真的还蛮年轻的一个年龄 真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真的到了这个女性更年期 又会有肾阳虚 那请问肾阳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对 如果我们说以偏向肾阳虚的一些女性来说呢 她一般呢就会有手脚她是怕冷的这个情况 手脚发冷啊 腰酸被痛啊 排便呢就会观察到大便是比较偏烂的 一般我们说正常排便是成型的 可是如果大便偏烂或者偏水的这种排便呢 就是说她身体是比较偏于阳虚 或者是小便 小便颜色比较透彻比较透明的这种 或者胃腕部啊每次会觉得脏脏的这种感觉 还有致汗 手汗 刀汗的这种症状呢 都是属于这个肾阳虚的这一个状态 症状 对 所以 那医师 我们看到这个胃腕部 它在哪里啊 我们的胃的一个哪个地方呢 肚脐以上呢 肚脐以上呢 我们这一区我们叫心下 也就是胃腕部 好 其实那里每次会好像有点脏痛这样子吗 那脏风算不算啊 脏风就是说它是消化到不好的这个症状 所以它脏风它只是一个症状 可是不能说我脏风是不是我更年齐了 这个不成立哦 明白 所以呢这一个肾阳虚 我们这里就建议是忠诚 要有这一个金窥肾气丸 还有幼龟丸 对不对 对 这个金窥肾气丸跟幼龟丸呢 它是非常出名的这种丸剂 这种丸剂呢就是说不是我创造的 这个是以前老祖宗他们就已经创造这个丸剂出来 然后这个呢它的功效呢是比较合适肾阳虚的女性服用 他们说有肾阳虚一定有肾阴虚嘛 那肾阴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会不一样吗 对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症状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她怕冷嘛 那肾阳虚的女性呢 她一般呢就是烦躁急躁易怒怕热的为多 啊 然后她就会头晕啊目悬心悸失眠潮热 你看汗粗腰腿酸软口干口苦的这种症状 这一系列症状呢就会偏向于热的热体质的 虚热体质的这种女性 这也是倒反的比较就真的是跟肾阳虚是不一样 对 没错 那它的治疗方式是有什么药物呢 对 它的治疗呢我们中层药呢 这边我是推荐说可以用这个六位帝皇丸 或者是这个左龟丸 这两个方呢它就偏向于治疗这个肢阴的 肢阴的这一个药物组成 好 那如果是这个中层药的话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自己中药行去购买吗 还是说我们还是要选择给中医先把脉 然后才选择其实会比较好 对 我推荐的这四种药呢 其实在中药行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呢毕竟我们一般人还不清楚 到底我是肾阳虚 肾气虚 哪一种状况 所以还是呢 要通过医师的这种确诊之后呢 才可以自行去药材店买药 了解 那其实今天呢医师也会为我们准备了 就是要介绍给我们一些 就是药引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稍后呢我们医师呢将会再次的跟我们相谈 那现在呢我们先打坐 把时间交给8864的小玉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谢谢Jane 那今天呢8864现场直播三点钟呢 我们有多个单元 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一番单元 那出现的是Officer Higetan Dissamu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来到了我们419G Saran Kippo的排行榜了 那我们今天新闻内容呢 会跟大家分享多部电影 而且很多部都是我挺喜欢的 所以待会呢再告诉你 我们三点钟见啦 把时间交回给两位美女 好 谢谢小玉 那稍后呢我们的医师将会跟我们讲解 八宝咒以及这个黄金山药炖鸡 千万别走开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今天在聊的就是这个 女性更年期年轻化的现象 那我们线上呢有林钟医师 来跟我们做更多的分享 我们从钟医的角度呢已经了解了 其实更年期有包括了肾阳虚跟肾阴虚 那现在除了这个中程药 可以帮助缓解一些这种之外呢 是不是可以一般上 我们一般的那个料理 或者是用膳呢 也可以帮助缓解这个更年期呢 对 今天呢 我们就向大家来推荐这一个黄金山药炖鸡 这个黄金它是一个中药 并不是那个现在的 对 这个黄金 我们看到黄金 我们的眼睛都会亮了 医师 这个黄金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样的制成 它是一种植物 一种药材还是什么 对 它是一个植物的药材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那个 就是需要的材料有什么了 如果有兴趣想要准备这一道料理的朋友 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拍它的这个所有的材料 没错 有这个黄金 那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从三点钟 右边的这一个 右边中间的开始说起好不好 好 这个黑色的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金 然后呢 再上来呢 这个白色这个就是山药 因为顺着说玉竹 红枣 百合 枸杞 我们需要这些材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洗干净 嗯 洗干净以后呢 就可以 冲洗三遍呢 就可以开始准备下锅 这个呢 是一个小的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哦 原来我们洗药才是这样子洗哦 好 不需要浸泡的对不对 我们只这样子冲洗就可以了 洗净就可以 对 洗净之后呢 还是要先浸泡 浸泡一个三十分钟才开始煮药材 哦 ok 再来就是鸡肉的部分是不是 对 鸡肉呢 就是 浊水呢 嗯 准备鸡肉 然后呢 就把这个一点五升的水 准备好以后 把这个药材呢 倒入 哦 ok 那我是要加入这种普通的锅子 还是一定要选用这个炖钟呢 哦 如果炖钟 如果家里有炖钟呢 可以选用这个炖钟 如果家里没有就一般的普通的这种 锅子也是可以 只是说我们不要用铁锅 嗯 不要用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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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制裁都可以 哦 好 那这一道料理是适合圣阴虚者 是吧 钟医师 对 这个料理适合圣阴虚的 嗯 好 它可能是比较润吧 对不对 那这个黄金 其实我们比较不熟悉 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黄金 它的那个主要功效吗 哦 黄金主要的功效呢 它是制补这个圣阴的 嗯 所以呃 一般在药材店就可以买得到 它的它的颜色就是 我们需要的这个剂量呢 就是差不多是10到15克 嗯 OK 好 可以每天喝吗 还是 呃 一般料理呢 我们都是说 一个礼拜啊 有一次的这种炖 炖汤就OK了 不需要到每天 哦 好 了解 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就是 黄金山药炖鸡的料理了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感觉可以每一天喝的 八宝粥 嗯 是吗 周姨师 八宝粥是可以每一天饮用的吗 是的 八宝粥是可以每一天 比如说当早餐来饮用 当然因为它用的这种 呃 成分呢 好像说有比较多就是 呃 山药啊 啊 这种都是比较健脾 沥水的这种 沥湿的这种材料 所以这个也可以推荐是每天吃 嗯 每天吃也就是一小碗啦 不能说啊 我为了要保持这个美容 就多吃这样 对 大量吃这个也是不合适的 要适量哦 嗯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好了 周姨师跟我们讲解一下 好 这个材料呢 我们从中间看呢 这个就是大米咯 嗯 然后大米下来 这一边就有莲子 嗯 莲子以后往右边走 就有这个扁豆 扁豆芡食 百合山药 蚁人 嗯 肉桂 桂圆肉 就是我们说的龙眼肉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红枣 所以你把这些料都准备齐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洗一洗 然后就可以下锅 嗯 好 因为这边呢 它每一个可能就有特定的一些功效 如果我少了一两样 还可以成试吗 还可以吗 可以啊 没问题的 好 了解 那同样的是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放入锅中 这样子来熬煮 是的 要煮多久啊 一般就是煮一个小时左右 嗯 嗯 就大火煮滚之后 转小火再煮一个小时 然后就OK了 这个八宝粥 它有什么功效呢 医师 这个八宝粥呢 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说 很多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 因为很燥热 嗯 然后呢 睡眠就可能会受影响 所以它就可以 这种失眠多梦的啊 然后也 因为我该说了嘛 它很多健脾的这种药 所以它是健脾补味 羊血 然后安神的作用 嗯 嗯 那是不是可以建议说 可能一天就是 午餐晚餐都可以吃这个八宝粥 还是说一天的一餐吃 那就OK了 不要太多 一天 一天一餐吃就OK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呢 这个汤方 或者说这个料理呢 它比较带甜 嗯 偏甜 因为有龙眼肉啊 有红枣这种比较甜 比较脂腻的 所以如果消化不好 反而它吃了 其实会不舒服 所以还是要看个人的情况 适可而止 并不是说他很好 医师推荐 那我每天吃不行的 嗯 好 理解 非常谢谢林医师 今天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 那我们希望说 如果正在面临更年期的朋友们 或是想要预防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 刚刚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料理 在家里自行准备来吃了 是 谢谢林医师 谢谢 谢谢你们 再见 好 那明天的课题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呢 就是这个临终关怀 善中善生 没错啦 如果大家对于临终关怀 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把你的问题 发送到我们以下的火力热线 018-370-0792 是 那现在呢 有这一个某些地区 就有这个强制性的CMCO 有条件式的新管理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外出的话呢 一定要戴口罩 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多多地待在家 尽量不要外出 没错 那在这个期间呢 可能大家在家里 可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料理 或者是食谱呢 都欢迎大家可以发给我们的 是 让我们呢 也可以把大家的视频来公注意事 来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电邮过来 LivingDelight at ATV.com.my 那在这个CMCO的期间呢 大家在家里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就是做运动了 来看一下接下来的方向 拜拜 日子 期待 不是 人 订想 您好 这个 您好 我们 您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